加入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支持良心傳媒觀看獨家視頻 成為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就可以享有有線觀看精彩的視頻 總編輯時間親切回應 VIP 互動機會 快點加入星電視 YouTube 會員 《時事焦點》熱門話題 專業評論員時事觀察 時事觀察 美國星島中文電台的聽眾朋友 你們好,我是如飛 又來到時事觀察的時間 今集和大家講一下烏克蘭事件 在烏克蘭事件中 華民輿論界已經講了很多歐洲 尤其是歐盟和北約的反應 大家應該已經聽了不少 而且很多選擇 於是今集我回頭講回亞洲 美國逼中國和它一起制裁俄羅斯 中國的態度都不少時評分析過 我今天想講另一個國家 是意想不到它的態度會牽一發動全身 無論是短期還是中長期 都會對整個局面有很重要的影響 我相信大家看了標題 都猜到我要講的是印度 印度的立場都幾出人意表 不僅在聯合國大會 譴責俄羅斯的動議中投棄權票 更拒絕對俄羅斯進行制裁 但不止的還說要增加輸入俄羅斯的能源產品 坦白說如果有留意近兩年一連串的中印邊境衝突 例如年多前2020年6月的加勒曼河谷事件 我去年做過節目講過的 我付過連結給大家 知道有這些事情 就不會對印度軍方有什麼好感 為什麼印度軍方會這樣? 原因很多,當時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說印度國內疫情爆發,它想轉移視線 在出現新冠病毒的這三年 即2020到2022年 印度有個三次高峰期 當中以第二次是最厲害 而第一波疫情轉為嚴重 正正是加勒曼河谷事件前後幾個月 2020年這次第一波疫情 印度是5、6月之間爆發 9月到頂,到年底12月才回落 所以有分析認為 印度是借邊境衝突轉移視線 總括而言,在2020到2021年抗緊疫那兩年 中印關係未至於是全面很差 不過不斷在邊境有擦槍走火 跟開當代政治的人都大概知道 印度政府和軍方在權力上是兩套人脈去掌握 總之,過去兩三年,軍方和中國在邊境的衝突 印度總理莫迪政府和中國的關係 不像習近平上任初期訪問印度時那麼好 就是在和中國不是那麼好的背景下 拜登2021年頭上任 上任初期,大概是2021年初 就拉攏印度成為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夥伴 組成了一個叫做四方安全對話的機制 四方也者就是美日澳印 聽到這裡順理成章 你會以為印度一定會站在西方那邊 一起制裁俄羅斯 怎料印度帶出美國的意料 站在俄羅斯那邊 因此,拜登批評印度是四方盟友中立場比較不堅定的那個 日本也曾加入遊說 首相岸田文雄在剛剛過去的三月中去過印度劍莫迪 想用投資項目做利,但也沒用 澳洲就沒什麼動作 而最特別的是,印度對頭人巴基斯坦 這次在行動上也與印度站在同一邊 不支持制裁俄羅斯 聽到朋友,以上這個局面與中國有什麼關係? 大家可以打開地圖 如果說中國是一隻紅雞 紅雞的尾巴由北向南,即由上而下 分別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這三個國家向西邊連接,就是伊朗 再經過土耳其就可以去西歐 打通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 再連上伊朗和土耳其 整個歐亞大陸就打通了 一帶一路都是這樣打通的 烏克蘭事件,引起了一些國家要對 制不制裁俄羅斯作出一些抉擇 這個抉擇竟然將印度推向俄羅斯 而同時令到站在俄羅斯旁邊的中國受益 拜登一手為近年不太合拍的中印關係打破格核 拜登想用俄羅斯做磨心 去逼人歸隊,歸邊 結果一個大逆轉,令印度在俄羅斯問題上 離開了美國隊 當然下一次在另一個符合印度國家利益之下 印度又會有不同的選擇 這些是後話了,預計不到的 只知道當前,前幾天3月25日 中國外長王毅去印度進行工作訪問 與印度外長蘇傑生會談 這次是有邊境衝突的兩年多以來 首次高級別官員的會面 會面的官方公佈就不複述了 大概都是說日後比此要加強溝通 增進互信,盡早走出低谷 雙方都同意不應用邊界問題影響到兩個國家整體關係的發展 所以,烏克蘭事件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分析 今次說印度,雖是外圍的觀察 即是主線之外派生出來的支線故事 亦是對中國有利的故事 好了,或者大家會問 為什麼印度會不站在美國那邊呢? 很簡單,任何國家都會以它自己本國國家利益為首要考慮 印度作為十多億人口的發展中國家 能源消耗是個大問題 它很需要煤炭、石油、天然氣 在最近一次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中 中國和印度都只是承認逐漸減少 注意是減少,就不承諾逐漸淘汰燒煤 西方制裁俄羅斯推高了油價 印度當然不加入制裁 印度很需要俄羅斯的能源供應 另一個令印度不站在美國那邊的原因 是與疫苗有關 印度在去年經歷了一次跟美國沒有好處的體驗 大家應該沒看過都聽過 知道有《我不是藥神》這部戲 戲裡戲外都反映 印度是貴價西藥優秀的山寨廠 制藥技術很厲害,首屈一指 印度長期都不保護一些大藥廠的專利 讓印度的製藥廠可以抄襲和複製 制外國疫苗 這樣做即是與美國的大藥廠爭生意 在2020年4月 當時的美國總統特朗普 就用國防生產法 對疫苗生產的37種關鍵原材料管制出口 印度有技術但沒有原材料 美國的禁令令印度的疫苗生產線幾乎是全部停產 於是2020年下半年 印度暫時不出口疫苗 只留給自己用,用完就沒有了 很不容易捱到特朗普下台 2021年1月拜登上台 他沒有取消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 於是去年2021年3月前後 印度第二波疫情爆發 當時印度沒有疫苗可用 曾經的連續三天 單日的新增感染率是去到三四十萬人一天 當時印度的輿論很多都譴責美國 說美國是疫苗黑手黨 而印度血精研究所 Serum Institute of Indian 他們的老闆在網上呼籲 新上任的拜登解除疫苗生產原材料的出口禁運 大家不要小看印度這家血精研究所 世衛有一個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幫製藥小國家提供疫苗 而這家血精研究所 本來是答應分批提供總共11億劑疫苗 是這個計劃的最大供應商 不過就因為美國禁運原材料 令到血精研究所停產 當時印度的輿論界就說 印度疫情如果持續的時間比較長 病毒發生變異的機會就會很大 而擴散到世界其他地方的風險都很大 插播一句 上述2021年中前後印度沒有疫苗的時候 香港不單有很多疫苗 還用污水檢測做到往後八、九個月都能清零 當時的香港 在背靠祖國之下 疫苗多到針等人打 不是不夠 這樣對比一下Live鏡頭 讓大家更立體地認識世界和香港 回到說回節目上半部說過的 拜登在上場之後就搞了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 即是每天印澳領導人聚在一起去談談 拜登當時向印度招手 口頭上就說他可以給錢去在印度生產新冠疫苗 而且可以讓印度分給其他國家 不過說一套做一套 拜登沒有取消到特朗普時代的禁令 沒有原材料 根本談不上所謂資助生產 就在建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之後的幾個月 大概是2021年中 印度那波疫情很嚴重 他們很需要疫苗 但美國就是口講資助 實際上就不出口原材料 對印度的疫情視若無睹 沒有感覺 這個經歷我想令印度從國家利益出發 看清楚了跟美國走 沒有好處、沒有好處 今天先講到這裡 做一些總結 我們一般都留意到 美國掌握了世界的輿論導向 在烏克蘭事件上 美國想怎樣就怎樣 誰是中、誰是奸 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輿論界決定 不過控制輿論也不是萬能 因為一去到國家利益這個層面 每個國家都會從實際利益的角度去做決定 如果跟美國走是沒有好處、沒有好處 輿論和政治上的施壓都沒有用 當前俄羅斯掌握能源 中國掌握經濟發展 在烏克蘭事件和制裁問題上 印度有它的抉擇 不要以為少了印度站在美國那邊 就是少了一個國家 那倒是,如果從國家的數量去看 就是少了一個 不過如果你從人口去計 中國和印度不跟美國 是世界79億人口當中 有28億人不跟美國 制裁想打擊的是經濟 而一個人口多的市場就是經濟 這就是這次美國制裁俄羅斯會不會成功的關鍵 總之,烏克蘭局勢仍在發展中 我們慢慢跟進觀察 好了,今集先說到這裡 歡迎你們訂閱、點讚和轉傳 你們的轉傳和支持對我非常重要 我是余飛,快評見,拜拜!